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我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些自然療法的資訊 最新的發現幫助你和你家人和朋友 能夠認識到一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袁醫生你好 Diana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 嗯 嗯 我知道今集我們的主題是 健康之道在乎酸鹼平衡 是啊 因為始終我們都 我想健康是一個無價之寶 很多人都用不同的方法去 去企圖去找到健康的答案 但是我們今集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其實關鍵在哪裏 嗯 今時今日呢 人們經常都病的 又有年輕化的趨勢 肥半症 糖尿病 心臟病 心臟病 都是非常之普遍的 那麼有個半的人 都是死於糖尿病和心臟病的 有三分一的人是死於這個癌症 但是為何會這樣呢 是啊 我相信如果在在座的聽眾 如果我們去問一百個人裏面 我想起碼有八十個人 都有家裏有些人有這種病 或者自己也在經歷這個病 那麼好了 其實關鍵在哪裏呢 為什麼這些病 例如癌症 心臟病 糖尿病 現在是這麼普及呢 那麼多人有呢 那麼其實關鍵呢 可以這麼說呢 都是直接跟我們的飲食習慣有關的 那麼可以這麼說呢 在文明地方的人呢 可以說頭八種的病 或者死亡原因呢 其實呢 都可以說是跟我們的身體那個營養的問題 和那個不平衡 營養不平衡的問題有關的 那麼但那個重要的地方就是呢 我們現在就是和大家 揭露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呢 其實關鍵在哪裏呢 關鍵是我們的酸鹼度 是我們的酸鹼度 這個是導致我們的問題的 好了 那麼我相信呢 大部分的醫學界的人呢 都會同意啦 那麼我們食物裡面有很多營養 對我們的身體的正常的 新陳代謝功能很重要的 那麼當我們的問題出現的時候呢 它通常呢 都會導致我們那個營養的 即是吸收的不平衡 那或者是導致 或者其他一些不良的因素的反應 那麼如果在美國來說呢 美國的1988年那個 我們叫做 Surgeon General的報告 On Health and Nutrition 那這是1988年的 他說呢 如果成員的美國人呢 如果他不是吃煙 或者是過份喝酒的話呢 其實呢 有一件事呢 是對他們的 最大影響他們的長期的健康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吃什麼東西 那就是說呢 我們的健康的大部分 那個取決呢 其實呢 是取決於我們的飲食 我們選擇吃什麼東西的 那我知道了 在現在市面上 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那有些人呢 會喜歡吃一些低脂肪的食物 也都有新的 我們吃我們的金字塔出現了 那也都有很多人 用素食的方法去做的 那但是呢 雖然是這樣的吃法呢 但很多時候呢 都仍然是出現很多些 那些所謂的身體的內部的 不平衡的現象呢 都是仍然都會出現 那所以 譬如有時候呢 這些這樣的食物的方法呢 可能會幫助一部分呢 可能會令你減輕幾磅 或者會減低你身體的膽固醇 或者會減低你那個消化的問題呢 但是呢 很多時候呢 都未曾能夠幫助大家呢 是達致到一個 所謂叫做好的健康那個狀態 嗯 袁醫生啊 其實現在一些人都很注重健康啦 經常都去身體檢查這樣 是 又檢查什麼膽固醇啊 血脂啊 血糖啊 賀爾蒙啊 那其實有沒有用的呢 其實呢 這些這樣的所謂檢查方法 很多人都去醫生那裡 通常都是幫助這類的檢查方法呢 嗯 那結果呢 我們發現呢 其實我們的健康沒有因此而改善了 是 那可能有些人吃 發生有些問題 接著呢 他就會可能 或者改變他的飲食習慣 嗯 譬如你說那個 那個 膽固醇高的 那又叫他不要吃膽固醇高的食物 那或者叫他不要吃蛋 之類之類 那可能呢 給他很多藥物 幫他降膽固醇的藥物 如果他們有血糖的問題 那當然了 飲食方面呢 他都會教他們的 不要吃那些高糖分的食物 或者那個升糖值高的食物 那如果有血壓高的人呢 那可能給他除了飲食之外 不要吃那麼多鹽 那也都會可能給那些 那些降血壓藥的 那可以這樣說呢 其實已經很多人在做的了 在我們過去已經很多人在做的 但是始終呢我們的結果呢 是發現呢 我曾經所說的 在文明地方的人呢 始終是大部分人呢 都仍然是死在這些 這樣的跟飲食有關的疾病的 那很明顯呢 其實那些這樣的檢查 事件那種方法呢 其實是沒有什麼用的 是 反而呢 有一個很簡單的 最關鍵性的檢查呢 其實呢 大家要做的了 就是檢查你身體血 和身體的組織呢 到底有多酸或者多鹼 其實這個呢 反而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那我知道呢 我們的身體 我們那個 每個細胞呢 都是浸溶於我們身體的液體的 那所以我們的身體的液體的酸鹼度呢 是會影響我們的身體的細胞的運作的 整個身體的生疼代謝的那個 那個運作呢 那都是要視乎我們身體 是有一個所謂檢性的環境之下的 那很多時候呢 如果長期的過酸呢 就會令到我們的身體的體內的組織呢 是慢慢被它腐蝕了的 如果是一直都是沒有理會 沒有去更改它的時候呢 那這些這樣的長期的身體的液體的過酸呢 是會干擾我們所有細胞活動 和它的功能的 那由你那個心跳啦 你的身體那個 那個腦袋那些神經線那些 那些放射信息啦 那就是講單來說呢 身體的過酸是會影響我們的生命 OK 這個就可以看到呢 其實呢 就是所有疾病的根源來的 是我們的身體那個酸鹼過酸 那這個是一個主要的關鍵來的 明白 袁醫生你剛才所講的酸鹼度 應該一般人都不是那麼認識的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解一下什麼是酸呢 酸鹼呢 我們叫做pH 其實呢 pH其實是講的 我們那個身體的氧磊子那個濃度 氧磊子濃度 那個一個是一個精磊子的 精磊子的 精磊子的 positivity charge的 那其實呢 我們可以說呢 我們這個濃度呢 我們就把它編排做1到14 那樣的 而7呢 是叫做中度的 那可是呢 我們的身體呢 是 incredible 血裏面是需要一個微鹼的環境 那我們呢 即是我們最重要的entee 是要在維持在7.365pH 就是輕微的鹼化 那有一些人便算是7.4 那但是呢 其實我們那個這個酸鹼的度數是要很大的 所以我们的血液应该是维持在7.365pH 就是微减的 你知道我们身体的体温都有个标准 通常要求是98.6pH 在血液我们也有一个理想的酸减就是7.365pH 在我们的身体的体液里面 有时我们也有尿液也有口水 尿液的口水有时都会表现到有少少高低低或酸减 但我们的血液里面是一点都不可以偏离的 如果我们的血液里面有少少偏离 我们身体就可以这样说是很大事的 当然若有血液里面的酸减度 其实有些抽血也不是那么容易 但如果我们用口水量 有时口水也不稳定 因为很视乎我们吃过什么 很影响我们的口水的酸减度 反而最准确和最容易可以反映我们身体的血液的酸减度 反而在我们的尿液里面 因为尿是什么 尿是我们的血液里面 尿是我们的血里面过滤了的液体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血 但是我们能够简单些可以量得到血的酸减度 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尿液里面去量 我们通常如何去量 就是早上小便的时候去量一量 如果大家有试子的时候 会在微微的绿色那里 大概是6.6度 那我们在用这些pH的测试那些 那些验子那里 那些在我们很多地方都买在这里 那我们在我们的病人里面 健康店里面 很多病人都懂得用 买这些测试子 因为就是我昨天所说 其实呢 那么多种测试呢 其实最重要的测试呢 就是你的酸减度的测试 那我们身体呢 其实呢 就不能够长期呢 是处于一些 就是我们的酸减的不平衡的状态 那如果是早期的出现不平衡呢 那我们那个症状呢 可能都未必那么强烈的 那但是也都会看到 比如会开始有些 皮肤有些出下诊 架欠性的头痛啊 敏感啊 伤风感冒多了 或者可能鼻道的问题的了 那但是如果这个情况继续持续坏下去呢 那再严重一点的问题会出现了 如果我们的身体的器官啊 和我们的系统呢 开始弱了的时候呢 那会出现我们的身体的 比如甲上腺的问题了 嗯 腎上腺的问题了 肝的问题了 那就是之如此呢 我们的问题 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是严重的 嗯 那如果我们的身体的组织 那个酸减度呢 再次再坏下去 再去酸那里 再继续下去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身体的组织 那我们的身体的组织 那些养分呢 养分的水平呢 会降低的 嗯 那直至到我们的身体的身产代謝 细胞的身产代謝 会停顿的 是 就是换而换而知呢 其实这个组织会死亡的 嗯 你就会死亡的了 那其实呢 我们的身体一停止 就是我们的身体的生命呢 其实我们的身体呢 是进入一个酸的状态 那所以看到呢 那我们是不可以呢 是容许我们那个 身体的酸简道是继续持续下去的 那么我们一定要 身体本身是尽可能想办法阻止它 但是我们始终 我们身体面对很多 寸化的物质出现 我们身体开始 由血液里面 就会抽取一些简性的矿物炎 进入我们身体的组织 企图平衡它 企图可以说compensate 就是维修它 我们身体有很多这种 一大类的抗物炎 帮助我们中和 或者排毒这些过分的酸状态 比如我们有钠 酸、鲨、鲤、 diese 这些通常会与我们身体酸的环境产生化学作用 会变成一些对我们身体没有那么大伤害的物质 再由身体排出体外 我们身体是为了经常保持一个简性的环境 其实我们身体是不断用我们身体的简性抗物炎 那些发抗物炎去应付那些紧急上的需要 如果我们的身体在食物里面 或者身体的储备是不足够 我曾经所说的蜜、甲、钙、尾是不足够的时候 我们身体就要其他地方去想办法 遇到这种简性抗物炎不足的时候 我身体在哪里再去找呢 自己不够了、血液不够了 那我就会由骨头去拿 譬如钙 我们会由骨头去抽出钙 或者是我们的肌肉里面抽出尾 当然在什么情况之下 如果我们的肌肉里面的肌肉里面 我们会有什么问题呢? 就容易抽筋 但最重要的是 如果我们的心脏里面的尾都流失 那会出现什么? 心脏病 即是心脏的抽缩 其实是跟尾有关的 很多时候在医院都开始遇到心脏病的病人 其实他就用什么? 是注射尾的 因为尾是放松我们的身体肌肉 所以你可以看到 刚才可以在这个身体出现的情况 你可以看到 其实很多病人 都是跟我们的身体过酸的情况 是导致的 我想说的 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 如果我们的身体的酸 是聚绩得再继续到的时候 那令到我们的身体的血 是没有办法去平衡它 那我们就会如何呢? 我们就会将这些过量的酸 与我们的身体的组织 就是暂时处在那里 在身体的组织 于是会有什么地方 有什么组织影响得到呢? 就是我们的淋巴 淋巴就是我们的免疫能力 我们的免疫系统 就要开始 就尽量帮忙参与 中和这些酸 那么淋巴他们怎么做呢? 就是遇到这些过分酸的时候 它中和之后 就要将它派出 扔出去 扔出去 那它会扔在什么地方呢? 在组织出现的时候 它会把这些酸 扔下去 扔到血那里 那就可以看到 是出现一个恶性循环 是 我们的血呢 过分地扔到我们的身体 其他组织 我们的身体组织呢 将它中和之后呢 也都要扔到我们的血 这样 那么我们都看到呢 慢慢地呢 这些这样的情况呢 会令到我们的肝脏呢 和我们的肾 是受很大压力的 是 那如果我们的淋巴系统呢 因为腹内太大的时候呢 而它那个淋巴管道呢 或者功能不良呢 那通常都是因为我们缺乏运动 我们都知道了 身体的淋巴的唱唇呢 是靠什么 靠我们的运动 那如果那些人 加上运动又少了 那我们的淋巴呢 又充满了这些酸呢 那结果呢 聚织起来呢 就令到我们的身体呢 整体都酸化了 那我们的血呢 我经常说的 血很重要啦 那血里面的 穿颈不平衡呢 就会导致我们 有一种刺激 和一种发炎的 那你知道呢 就什么病都是有炎症的 对不对 那所以说呢 可以开始呢 是启动我们的疾病 就是这样开始的了 那好了 我觉得急性呢 或者就是 重复性的 不停复发的那些病呢 通常呢 都是因为我们的身体 是企图呢 是将我们身体那些 抗蜜炎那些储备呢 是来到将它推动它的 来到来到来到 来到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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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个呢 是通常呢 是因为 就是为何要这样做呢 因为身体要 要避免我们 身体的细胞 彻底死亡 是吧 那他企图会将那些 毒素污脏的 排出去了 那所以呢 是导致很多表面的症状呢 就其实我们的身体呢 是企图将这些 这样的酸 过酸的环境呢 是用我们的抗 简性抗蜜炎呢 是企图是排毒的 所以呢 我们看到呢 我们的身体呢 会将这些酸呢 就是经过皮肤排出来 那如果这个 会出什么症状呢 在皮肤排同出现 湿疹 虽然暗瘡 虽然那个 那些 那些 瘡戒 龙头 头痛啊 肌肉 抽筋啊 周身冤痛啊 肿胀啊 很敏感啊 不同的炎症啊 还有呢 东痛西痛啊 那就是可以这样说呢 很多慢性病呢 最之出现呢 就当我们身体 企图排解毒素的酸 或者去中和酸的能力呢 是完全呢 是喪失了之后呢 那我们跟着出来的那些病呢 就不是我刚才所说的 我们刚才那些所谓的急性病呢 其实呢 是出现这些这样的慢性病的 那当我们身体的酸的那些废物呢 在我们的身体呢 就是越来越多的时候呢 那走到我们的血液啦 那血循环呢 又企图呢 是将它排走的时候呢 那接着会走到我们的那个 用我们的肺啦 企图去将肺 将它转到二氧 就是二氧化碳 是 但是呢 当我们的身体 实在这些废物太多呢 是令到我们的身体 也就是 我们的器官都排解不到的时候呢 那它就会聚集在我们的那些器官那里了 那包括在我们聚集 我们的心臟啦 胰臟啦 肝啦 大肠啦 或者会在储藏 在我们的身体那些脂肪的组织啦 包括我们的那个乳房啦 我们的臂部啦 臂部位啦 大腿位啦 我们的肚腩啦 和我们的脑袋啦 嗯 那这些这样的 整个的 酸的废物的 排除的过程里面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 叫做老化这个原因 袁医生啊 现在那些人经常都说有廉珠菌的问题 究竟和酸简道有没有关系呢 其实问得非常之好啊 就是我们经常都听见呢 很多人就被人诊断做廉珠菌真身 那就是它是很常见的问题的 嗯 那其实 是一种叫做单细胞的植物的生灵啦 那它就会在 寄居在我们的 土地啊 空气啊 水那里的 嗯 可以这么说呢 它们是无处不在的 那如果我们的念珠菌 我们英文叫做Candida 呢 其实可以说呢 是我们身体的那个 腸胃里 腸胃度里面呢 是正常的生物来的 是 其实我们如果没有它呢 我们会死亡的 嗯 即是小菌 如果我们的地球没有小菌呢 那地球呢 大概两个星期左右 就会毁灭了 嗯 但是呢 这些这样的正常 即是寄居在我们的身体 那个腸道 那些 这些念珠菌呢 其实很容易呢 是突然之间呢 是增生得很快的 那 而造致呢 一大列串的症状 啊 即是由可能会 这些症状 可能令到你很不安 不息呢 甚至乎呢 可以 造致死亡的 嗯 那我相信呢 很多些女性呢 都经常说 哎呀我 我有陰道念珠菌 那样的 那如果有些小孩子呢 喂奶的小朋友 有时的婴儿呢 都有时的口呢 是出现很多些白念珠菌 是 有时都会看到 那个城口都是这些 这样的问题 嗯 那 那我们当然呢 在一般的 所谓 主流医学里面 那他都知道呢 有黏珠菌 有黏菌 有黏菌 那这样 那这个呢 会出现 引发很多些病 那但是呢 那我们 那个 真相呢 就是其实我们 一般的文明地方 那些飲食方面呢 是令到大部分人呢 都开始呢 是在身体里面呢 是出现了 有黏珠菌 真身的问题 是 可以导致很严重的后遗症 那样 那可以这么说呢 因为念珠菌 只不过是其中一个 恶人 恶霸 是一个坏蛋 其实呢 我们身体呢 是有很多很多 我们叫做 microform 一种微型 微型体 是 就是他就未成型的了 那但是这些微型体呢 可能呢 是包括什么呢 包括念珠菌 真菌 还有毛菌 甚至乎 是细菌 和病毒 其实我身体呢 都是有这些这样的 这些这样的 我叫做microform 这种微型体的 是 我们的问题呢 这些这样的微型体呢 包括曾经所说 包括细菌 病毒 其实不是因为 它们的微型体的问题 因为呢 这些微型体呢 本身呢 是会排泄很多 有毒的分泌物的 或者是 毛菌的 真菌的毒素 或者是 细菌的毒素 Exotoxin 那好了 那这些这样的 微型体呢 是制造很多 酸性的废物 在我们身上 那它们就 在我们的身上 是吸水我们的 葡萄糖 蛋白质 脂肪 发酵了之后呢 就制造这些 这样的废物呢 是加剧我们身体的 酸化的问题的 所以说这种这样的 黏珠菌 其他的微型体呢 就是利用我们身体的弱处 那继续毒害它 或者令到它们更加 就是更加 越来越辛苦的 那这种酸的环境呢 它们可以这么说呢 就是 用到尽 玩到尽 它们都在 吃我们的身体 那些 葡萄糖 将它制造能量 那又用我们身体的脂肪 蛋白质 甚至乎 我们的基因的 的核酸方面呢 它都会用到去 就是 帮它自己 就是继续成长 那所以 像兄所说呢 这些这样的 问题呢 不单单只是因为 它那个 本身的存在出现的问题呢 而它们制造很多很多的毒素呢 是导致我们的问题的 那在我们 在医学界呢 有一位很出名的科学家 科学家呢 叫Rudolf Virchow 他是一个 世巴学的 世巴学家来的 那他说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 看到污水呢 就会有 蚊粥蚊枝在那里 那其实呢 我们要知道呢 大家都明白呢 因为污水呢 是令到吸引 蚊子之身的 就不是因为蚊子呢 令到那些水呢 是变成污水的 那这个概念呢 是非常之非常之重要的 好 以这一节的时间差不多了 稍后回来 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平时喝的水 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气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气 生命之源健康之存 陆創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到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今集我们是说健康之道在乎酸碱平衡的 刚才原医生提到 那些微型体在过酸的身体里面 会产生很多变化的 因为我们生病有这些微生物引起 我曾经跟大家提及 其实我们看到一堂污水 看到蚊蟲 我们不会说蚊蟲导致 其实我们这些蚊蟲出现 因为我们那些水变成沼泽 变成污水 其实刚才所说的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身体为什么会有这些病菌 病毒 细菌 那些猫菌 真菌 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环境 我曾经说 其实我们 什么病 我们都是企图怪责这些微生物 细菌 其实真真正正的病因 其实不是因为它们引起的 它们只是在污水里面的蚊蚊 它们不是导致的 但你曾经所说 我们人家有很多这些病 其实有什么病 可以这么说 大部分的病 尤其是慢性病 和退化性的病 都是因为这些微型体 包括实际所说的 是过分增生的 由我们香港脚 和外脂病 都会看到香港脚 和我们的毛菌 外脂病 很多症状都会看到这些毛菌 好了 其他的症状 包括糖尿 癌症 血管堵塞 硬化 骨质 骨质松疏 长期的疲累 和大部分的所谓叫做 全染病 表面上好像可以人传人 还有其他的 例如一般性的痛症 受感染 疲累 身体的 器官功能的退化 比如腎上腺素退化 甲上腺素退化 消化不良 桃射 可吃的食物 有些是很可吃甜的 有些是吃朱古力 他忍不住 腸痛 情绪低落 过度活跃 那些反社交的行为 antisocial 就是 烤喘 痴瘡 伤疯 感冒 呼吸系统的毛病 endometriosis 所谓叫子宫内膜移位 皮肤肝 痕痕 strush 就是可能阴道的 那些白带 口看那些 那些 毛病 那 那个颜肉 收缩 手指 脚指甲的 那些 毛病 就是那些 灰甲 云 关切痛 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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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臭 溃揚 结肠炎 那个 火烧心 我叫做Heartburn 就是一种 胃酸涌上 食道 那种造成的Heartburn 火烧心 口干 经前症后群 或者经期那些 不同的问题 敏症 眼族 眼盖肿 性欲 就是缺乏性欲 皮肤的出疹 风烂 红斑囊瘡 情绪的波动 荷尔蒙的不平衡 那个子宫的 阴道的 黏珠菌的感染 有些不同的 水浪 或者流肿 Tumor 那 雷风湿 麻木 身体麻痹 麻木 花粉热 那个暗瘡 胃气胀 抱胀胀 和大便是不暢顺 低血糖 Haiotohony 就是那种 小肠气 头痛 无精打采 累累累 失眠 甚至乎 自杀的倾向 身体又冷 经常打冷症 不定的感染 身体 或者 体重过高 或者过低 这种问题 很多人对那些 法学的问题 很敏感 什么都不能碰 记忆力差 肌肉冤痛 敏感 可能对空气的敏感 食物的敏感 眼泛 还有多化性眼化 多化性眼化 Multiple sclerosis 消化吸收的问题 那个 尿度感染 哇 你真是 嚇死你的 差不多 我们所认识的病 没有一个 不是因为 我们身体体内的 酸碱的问题 是导致的 袁医生 听完你刚才所说 我想到一个比喻 好像在一个金鱼缸里面 如果水是污脏的话 金鱼就会很容易病 或者死 是的 你可以用这个简单的 譬如 你可以想像 你的身体的细胞 身体的器官 好像一些金鱼 这些是游在我们的水 比如我们的血 是 而这些水 这些这样的血液 是要将我们 运输我们的食物 以及要运走那些 那些 骚脏的物质 如果我们想像中 如果我们 有辆车 将车的死气喉 是搏入我们的身 那个 那个 入那个 鱼缸 那个 进入气那里 那很明显 这些水 就会越来越多 充满一些 就是那个 氧化碳 是吧 令到它越来越酸 是 如果我又 放一大些食物 去喂鱼 但是那些食物 完全是 不适合吃的 那鱼又吃不到 接着消化不到 那很明显 这些污胃的食物 就会变成 继续 就是发臭 是吧 是 是 所以 这些 食物的腐烂的时候 那当然 也会制造很多毒素 和化学的物质 令到我们的水 是越来越酸化 是 好了 那你要想一下 那条鱼可以熬多久 是吧 相信不会熬得很久 那我们会不会 用这种方法 对付我们的金鱼呢 其实我们不会的 很明显不会的 但我们对付我们自己的身体 其实我们经常都在做这件事 是的 是的 不断呢 是将这些脏的东西 是在我们的身体的血液里面 那 吃完那些酸性的食物 以及过分吃的食物 那很明显 就是我们会解释到 为什么我们会做这件事 好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很明显呢 就要将那些水 要换了它 清洁的环境 保持清洁 那我们的身体呢 才可以保持到 真正的健康 嗯 咦 袁医生啊 我知道呢 现在的医学 都是用着 路易士巴士德细菌治病学说的 那跟刚才你说的 是否有很大的分别呢 其实呢 我们要温历历史了 那可以这么说呢 在我们历史上 就是18世纪 1800年代 那我们就有两位 学者 一位就是路易斯巴士德 那路易士巴士德是一位 是一位科学者 他是一个法学家 他不是一个医生 那原来呢 在同期呢 有另外一位 一位医学家呢 我叫做 Antoine Bechamp B-C-H-A-M-P 那他跟着呢 他有一些 有其他的学徒 跟随他的学徒 那原来呢 当时呢 在同期呢 是有两种学说的 Antoine Bechamp 的学说呢 他在说的 是叫做 那个细胞致病学说的 所以 那个细胞致病学说的 所以 那细胞致病学说的 就是物先负义后 重新这个概念的 而路易斯巴士德呢 他就就说那套呢 就是说那个 那个细菌致病学说的 那当时呢 那当时呢 我们也接收了 路易斯巴士德的 那个概念 就是细菌致病学说 就遗忘了 那细胞致病学说的 其实 那细胞致病学说的 其实 是一 month之后 那这样了 就是讲酸碱的问题 那便导致这些精胞致病学说的 那便导致病学说的 即是根本是没有的 这是会变出来的 那 但是 结果呢 我们看到呢 就是那个 Lewis-Bastair的理论被人接受了 或者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我知道我们流感流感 我现在很害怕流感 因为主要是我们近代1918、1919年 曾经在世界上出现流感 死的人数很多 就是全球性的 广泛性的 杀死了三千万人 但是很明显 在这种情况之下 流感病毒接触的人 可以说是无一僑衡 就是你在医院里面 或者你处理这些病者的尸体 其实你有什么可能 连不接触到这些病毒 可以这么说是每个人都接触到的 好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 不是家家户户 在那时候每个家家户 每个人都病到的 不是的 就算在同一个家庭里面 有一个人 几个人可能中招 但是也有人是没事的 是 你可以看到 在这种环境 肯定病毒 是进入所有人的身体里面 是因为空气传播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避 但是有些人会病 有些人不病 很明显是你的体内环境 你有一个病毒在 但是如果你的体内环境 不是过分酸 是骯髒的话 或者我们没有感染到 你根本就是不会病到的 简单来说 比如你把一些种子 是放在一些 石屎的地面那方面 是 那它们会不会长 当然它们不会长 是吧 你要放在一些肥肉的泥土里面 那才会生长 那其实我们的细菌 都可以这么说的 就算它进入了你的身体里面 除非它是酸的时候 又骯髒又酸 它们是不能够成长 亦都不能真生 它不会令你病 原来当时Louis Verstand 做过很多很多的临床的研究 其实我曾经所说的 叫做microform 就是那个微型体 其实我身体有很多 这样的微型体在这里 而我们身体的微型体 是视乎环境会变的 在一个酸性环境 它会出现了 变成细菌 那慢慢的 可能细菌变成年猪菌 而年猪菌可以变成真菌 真菌可以变成毛菌 那之后呢 其实他做了很多研究 发现 其实我们的身体 是有很多这些微粒 我叫microzyme 他用这个字 micro就是微細 是吧 zyme 它叫being 就是微細的生物体 那其实我身体里面 是很多这些东西的 而我们的身体的细胞 都是不断的 是 是 是 出现这些 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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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些 的 其实不会消灭的 不会死的 在一个适当的环境 它就会变的 那即是说呢 在一个污蔽的环境 这些 microzyme 或者微型生物 就会变成细菌 或者毛菌 但是呢 它也都会变回转头的 就是可以这样 可以这样说呢 是来回的 视乎那个 那个环境 就是视乎 就是视乎 这个环境变成 怎样的 那好了 那这种的学术呢 我叫做 Pleomorphism 多型性 多型性 那就是说呢 这个是 身体不断地变 视乎环境的 因为其实我现在知道呢 其实我们身体的 红血球呢 其实都是这样的 嗯 红血球呢 在我们那个 沼长壁里面呢 是会变造身体 不同的 需要的东西的 这件事呢 是可以一种 新的心脉学的知识来的 那它可以呢 由我们身体的 需要呢 可能变造 由红血球呢 变成骨的细胞 或者肌肉的细胞 或者皮肤的细胞 或者我脑的细胞 肝的细胞 心脏的细胞 那之后呢 其实呢 我们身体的细胞 红血球呢 其实都会在我们那个 那个长壁 小长壁里面呢 是会变成我们身体 不同的 需要的细胞 嗯 那跟我们那个 刚才所说的 多元性的细胞 那个细胞 多元 多元形成性呢 是很相似的 是 是 我们身体的细胞 这些细胞 这些细胞 这个细胞 是 视乎环境呢 变成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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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其实我们身体的细胞 是真真正正的 是 是 因为这个因素的 那所以呢 什么 导致我们的身体 变差呢 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身体 酸化了 酸化了 那 那其实他当时呢 也都做了很多 不同的 的 的研究 他试过用阿米巴 阿米巴 大家单细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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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动物 大家我想在中学 读生物学呢 也有时候都用的 那我看到呢 阿米巴呢 有时候呢 他有些呢 就会吃那些 单细胞的动物呢 会吃那些细菌的 而另外一种呢 是一种利责性的阿米巴呢 他就不吃细菌的 他吃米类的 那 那就是说呢 在他身体里面呢 他有那个 那个DNA呢 那个核酸蛋白呢 是也都会不同的 那奇怪地呢 发现呢 如果 我们 将那个 他的饮食 那个去转它的时候呢 比如 本来是吃米 那个 那个阿米巴 如果你是 放在一些 细胞的地方呢 他很可能呢 就会变成了 第二种的 例如 利责性的阿米巴 那 甚至乎呢 发现呢 里面那个细胞核 那些所谓的基因的物质呢 其实都会变的 都会变的 都会变的 那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 啤酒里面 这样 那我们知道 啤酒是用什么 用那个 啤酒酵母 对吧 那我们通常去做 啤酒酵母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 扔很多啤酒酵母 给他发酵的 制造啤酒的 但你原来 你发现呢 到啤酒形成了之后 酒精足够的时候呢 原本的啤酒酵母 是会消失了的 哦 是 它会变了其他东西 会失去的 那 所以你看到呢 其实那个问题就是这样 就是那个 它变成什么呢 它就变成了 因为环境变了 它需要不同的环境 就变成了不同的东西了 那它剩下来呢 就是酒精 其实酒精就是什么呢 就是啤酒菌的毒素来的 围流下来的 是不是 那它会 就是我们会变的 好了 我们身体的癌症细胞 我们知道呢 我们身体的癌症细胞 都是有一些乳酸 是围绕着的 这种乳酸 是一种 我们叫做 啤酒菌的毒素来的 那所以有一种 医疗的 的说法呢 其实我们的 癌的细胞 我们的癌是什么出现呢 是我们的汪菌引致的 哦 所以我在之前 我也跟大家谈过一下 那 有一位 意大利的 刘总科的医生 那他用什么方法 去医癌症呢 他用那个 梳打粉 哦 因为我们知道呢 梳打粉是很简性的 那那个 那那个 那个 那个 汪菌呢 是一个 在我们身体的 极酸的环境之下 形成出来的 那所以他就只是用一个 梳打粉呢 来到医癌症 它成功的 那 所以我们在 坊间 很多人开始 遇到有癌的时候呢 其中一种做法呢 他就会喝 梳打水 就是用一些 煸糖 一瓶这样 那时候是 加少许 可能加少许 黑椒糖 那样 那或者 加少许 柠檬 那他就会 就是一种 一种治疗癌症的 一个很简单的工具 那而这位 意大利的 流肿科医生呢 他就直接 是把梳打水呢 是直接 是注射 在那个 流肿那里 那里 嗯 譬如你有乳癌 或者肝癌 他就直接 是将那个 梳打水 是注射的 那有些人呢 譬如你说 我没有医生 不是香港没有医生 是懂得用这种方法的 那我要怎样做呢 譬如你是有 有 可能有 有大肠癌 或者是结肠癌 那用那个梳打水 来做 灌葱 或者是灌肠 那用梳打水 那也有时候 譬如肺癌的病人 我们就会建议他 就买一个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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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霧器 製造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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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霧劑 那些水呢 就加一些 融一些 梳打粉 那就可以呢 噴做 那些 那种 简性的 梳打粉 的 水晶体呢 就直接 纹了 下去 吸了 我们的肺 那里 那也都可以呢 有机会呢 可以处理到 这个 那 那袁医生 那现在我们就知道真正健康的秘诀 是啊 其实呢 我们是可以 医好自己的 嗯 只是我们将我们身体的体内环境 改变了它 嗯 那当我们身体的体内环境改变了之后呢 有很多这些所谓 就是 可能有害的 的物件呢 其实呢 可以都说呢 是无所遁形的了 它们完全变成 就是 发挥不了作用的了 那 那我曾经所说呢 我们身体的 酸碱的问题 不平衡的问题呢 其实很重要的 是 因为其实 为何这个自然界有这种 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其实是身体 我们的生命的 我们人类的生命 是一个 一个必需要的 自然的过程 嗯 当我们的身体 当我们死亡的时候呢 我们身体呢 就 自动的玻璃变得很酸的 是 OK 那当我们身体 停止呼吸啦 那样份呢 身体的养份的水平 当然减低了 那出现了一种叫做 Anarobic 即是无氧的环境了 那无氧的环境之下呢 这些这样的 微型 微型体呢 就会立即会出现了 因为呢 没有氧的环境呢 氧粉呢 氧气呢 都是简化的 简性的 所以有时候呢 有些人用双氧水 双氧水医病 其实双氧水是简性的 所以很多人用双氧水医病 其实是把身体的环境简化而已 不是真的只是养份 去帮你杀氧 那么简单的 好了 我身体一死的时候呢 我身体就变成酸的环境了 那这里呢 就会 这些这样的所谓的那些 那些微型 即微生物那些那些 就开始会出现了 那它们怎样呢 它们可以这样说呢 是我们那个 收敛尸体的 我们的Undertaker 就是它要帮我们 执实我们的身体 将我们的身体 即可以那些 化为尘埃 是 想要将身体 化解 化为尘埃 那 这些微生物呢 就产生很多 这样的所谓 那些 那些那些 那些那些 那些那些那些 那些那些那些的毒素 慢慢地呢 是将我们的身体的 身体的组织呢 慢慢地回復回 最原始的的物体 叫做Microzymer 所以我们叫做 H2H,Dust2Dust,我们回复的尘埃 其实是因为这些酸简平衡 我们身体Microsymer的存在 我们身体人体的生命才能持续 否则那些死死怎么负难呢? 都是要靠这些微生物做清洁的工作 腐坏,就是清洁我们身体细胞的 我们叫做清洁,所以不是说他们是很重要的 只不过我们是希望在我们未曾死之前 他们不要搞事,就是慢慢来 我们死的时候就可以出现了 帮我们收拾我们的残骸 将我们的身体化解,但是不要太早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问题 就是我们那个Louis Pasteur的细菌智病学书 他搞错了一件什么事呢? 他就搞错了,是将我们身体的病征 搞错了,他就当了我们身体的病征 就是那个疾病 大家都看到,通常那时候 你吃错东西,你会吐 很多时候我们就说他有什么病 他嘔吐 那嘔就当是病 那他怎么医呢? 他就是止嘔药 很多时候我们说他发烧 他有什么病?他发烧 就当发烧就是病 其实发烧是一个症状 那我们错错在哪里呢? 我将这些症状,病征 就当是病的本身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时的医学界 那个大错突错的地方 这个是我们的死穴 因为我们误解了我们的病 真正的病是什么呢? 是导致我们的主理的手法 是完全错误了 我们就会用不同的药物 去对付病征 就忘怀了,真正的病 就不是病征 真正的病是我们的身体 的体内的环境 那所以呢,这个问题 是导致我们今时今日的医疗 可以这么说,是破产 人是越来越多病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死穴 也是我们将来 我们要回复健康 是真真正正的要了解 什么导致我们的病 病的真正原因 是身体的环境过酸 而导致这些这样的微生 就是微生物体 是过度增生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身体的病 的根源 原来我们病的原因 是因为身体的环境太酸 而不是那些细菌令到我们病 怎样可以改变我们的体质呢 就要通过饮食了 但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下集完医生会继续和我们详细分享 用饮食去改变我们的体质 那对今集内容有什么意见 可以去我们的节目讨论区留言 或者email给袁医生 他的email是 dr.yuan.sourcewadio.com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袁医生会训 打以下这个电话 25773798 多谢 谢谢大家